大夫 大夫 我们家老李到底怎么样啊 我们家老李到底怎么样啊 别光摇头到底是什么病名道说句话呀 照大掌柜目前的记性看来 很可能是中了剧毒啊 好 娘我想起来了 阿华曾经对我说过 爹在地道机关里为了救他 被奸弄伤了 但是那个机关是陆情龙带着日本人弄的 说不定爹爹是在那个时候中的毒 而且是日本人的毒 难怪我验不出毒药的成分 原来是东洋人的玩意儿啊 这下麻烦了 大夫 就算您不知道毒药的成分 也要想办法救救我们家老爷 大夫 夫人别着急 不是我不救 而是这毒药的毒性太奇怪了 潜伏在身体里那么久 毒已深入五脏 现在淤毒发作 如果找不到解药 很难救治啊 如果早知道中毒的话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了 朕没想到师父 一系之相 就让 大夫 您无论如何也要救人 钱不是问题 药材也不是问题 只要能把人治好 大夫 这毒药的成分成千上万 我有心救人 也不能乱开药方子 是 这样 我先开两副普通的方计 先把毒性压一压 要想大掌柜彻底痊愈 还得要找到解药啊 好 那就有劳您了 你们两个去跟大夫抓药 大夫 这边请 好 请 大夫 你好 你好 好 彦卿 彦卿 你爹怎么样了 爹还没醒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 爹中了毒 我跟大师兄先去拿药了 好好好 快去吧 快去 好 建平 爹梅 二弟怎么样了 建平他已经醒了 他有事找你单独带 去吧去吧 二弟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二弟 二弟 大哥我对不起你 梁兄弟 不要说这些 好在你说了出来 如果不说 我都不知道你的想法 过去的事就算了 不提也罢 难得你不及前嫌呀 彪局也好 路易也好 这么多年我什么没见过 最重要的 是不要伤害兄弟间的感情 我们还要继续往前看 大哥我对不起你 难得你那么的宽空大量 二弟 路易的事我会处理的 你好好养伤 赶快好起来 彪局不能没有你呀 一切就由大哥做儒 好 下官给王爷请安 西元寺家族查得怎么样了 日前特事 已经到达杭州 靠查中国的军政民情 并带来日本政府的密信 他们愿意扶植皇上复位 从兵力和国际舆论上 予以支持 不知皇上和朝里的大臣 是什么意思 日本人此举名为嗜好 实则 举心叵测 不过以现在的情形 也不失为一个强缘 皇上希望由王爷代为接代 方便行事 你们可真会给我找事啊 什么方便行事 这摆明了 是拿我当挡箭牌了 也是王爷有此才干 方能获得朝廷信任哪 特使是什么人 查过他的背景没有 他是西元四家的长子 西元四宾 曾在德国学习军事 现在日本军中担任要职 据说此人 是个厉害的角色 西元四宾 神 少主已经恭候各位多时了 请随我来 义父 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日本人长得都一个样 短萝卜腿 小婷 请用茶 茶室之会是为我一生一度之会 主人自然要深情实义 诚心款待 而客人也要细心感受主人的盛情 并以诚相交 以此一期一会 想不到王爷对日本的茶道也如此了解 真是令人敬佩 日本茶道本来就源于中国 这些细枝末节还不至于难倒我 日本的文化的确受到过中国的很多影响 不过那是盛唐时期 不是现在的大秦国 日本也曾闭关锁国 也曾被洋人的尖传利炮打开国门 相信德川庆喜在退任将军时 心情可不像你我这般悠闲吧 庆喜大人隐退后 日本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序幕 今日至日本已经完全不同意大清的中国 谁会去做没有好处的事呢 大家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够直接 够坦率 日本政府愿意帮助大清皇帝复国 但条件是必须在满洲设立行省 由当地的官员和日本官员共同管理 日本政府和大清国共同拥有满洲的主权 现在皇上还受民国政府钳制 而北平布满重兵不义启示 现在谈关东还为时尚早 在地势上 关东是最适合独立的地方 清太祖也不就是从辽东的十三副铠甲起兵吗 只要是日本的军队和大清国副国军占领关东后 我们就宣布大清副国 副国军由我来筹备 我们的政府也在积极的练兵 只要时机一到就会从朝鲜登陆 现在日本国的军队 配备着世界上一流的武器装备 不知道副国军这边又如何呢 一样 我听说皇帝陛下有一批珍宝 要拿来变卖出售当作军饷 珍宝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守不住江山要珍宝何用 我正打算把这批珍宝卖掉 所得费用用来筹建复国军 我看王爷就不必再费心找买家了 这批珍宝我会有更好的用途 承恩 你啊 怎么了你啊 你要去哪啊 没有啊 臭小子 不对呀 哪不对呀 最近天一黑 你就打扮得人模狗样的 我告诉你啊 千万别给我捅出什么娄子来 娘 我刚弄好的发型 你别光弄乱了你 你小子 一蹶屁股拉几个粪道 我全知道 你快说 老实交代 这两天去哪儿归婚了 娘 我跟你说 两件事跟你说明白 第一 你儿子哪天不是穿得这么帅出门 第二 我出去呢 是为了应酬 我早晚有一天会接我爹的班 所以我得多交几个场面上的朋友 是不是 儿子是不是真的 真的 好吧 娘相信你一回 不过承恩呢 最近啊 家里啊 出了一些事情 你一定要听娘的话 千万别再捅娄子了 听娘的 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 娘也保不住你了 娘 我就知道你们有事 所以我出去躲几天 你们在家好好处理 不就更好了吗 好吧好吧 娘再信你一回 放心吧娘 那我先走了 小子 你先忙 娘 我发现你啊 今天特别漂亮 尤其是这身衣服 衬得这气色呀 特别好 臭小子 你少来这套 是不是又缺钱了 娘 我真服了你了 我这点小心思 都让你看穿了 要不我怎么是你娘呢 要听话啊 我记住了 不 刚才的话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你啊 好了 我走了 承恩 这个臭小子 小赤 承恩干什么去了 好像是去见朋友 朋友 他才来杭州几天呀 哪来的朋友啊 哼 说不定啊 又出去鬼魂 哎 现在二弟病着 镖局里也没什么事 总不能让他一直闷在家里吧 你是不是又给他钱了 小赤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此母多败儿啊 又要钱又打扮 他肯定没有什么好事做 你呀 千万不能这么惯着他 你看 现在二弟有病着 我又担着大掌柜 镖局里上上下下都看着我们 咱们可不能捅娄子呀 哎呀 我心里有数 他呢 也就是喝个小酒 赌个小钱 大事啊 他没那个胆 他这一点呢 随你 哎 二弟那病怎么样了 请了七八个大夫 没一个人能解得了这个毒的 都是开几天药先压着 想不到小鬼子的毒这么厉害 可那帮人都死了 这一时半会儿的 到哪儿去找解药呢 找不到 也要找 不管花多少钱 找多少人 二弟的病一定要治好 大爷 慢走啊 再来啊 我可走了啊 呀 别来啦 牛可好久没来啦 都想死我了 快来一只 好 大爷 你走啦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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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啊 抓住他 住手 在这里打闹 像什么样子 可是他和老板结过粮子 让他上来 我有事找他 这 聚警老板 是 不是说好了 这段时间不要来找我了吗 以免惹人怀疑 姐 我要紧的是 要找你 好 坐下来再说 大爷 慢走啊 快来啦 快来啦 快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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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去找易云 小姐正在会客 请您先厚 她会的客是我 你怎么 faced小孙嘛 清点 清点 我不跟你搬进屎 我给易云面子 经过了药材彪这件事 于建平他已经完全信任我了 还有那个于延青 我发现他对我意望其身 就是这个大师兄程月 他太麻烦了 他从小就在彪局长大 而且他可有不少亲信不好对付 好了 这个事情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爹的仇什么时候才能报 你直接杀了于建平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你下不了手势吗 你不会真爱上于家那丫头了吧 我告诉你啊 这绝对不行 像我这种藏了这么多秘密的人 哪里还有心思对一个人真正的东西 姐你知不知道我在彪局里 我当面是背后是鬼 这种感觉太可怕 我的压力很大 我快受不了了 我快受不了了 这样吧 要是你下不了手就让我去 只要一枪就可以一了百了了 姐 我们可不可以不杀人 云儿 你是被于建平灌了迷魂汤了吧 还是被他蛊惑了 杀父之仇你都可以忘了是吗 不是啊 我是怕我杀了他以后 会背着自责内疚过一辈子 云儿 姐知道你很善良 你也一直都是以德抱怨 可你要知道死的那个人是我们的爹呀 受苦受难的人是你的姐姐 不是于建平 不是于建平啊 他于建平就是死十次 也补偿不了我受的苦 你知道吗云儿 我知道了 我有一个计划 你愿不愿意 听一听 好 行好吧 这个计划不是不行 只是有些麻烦 既然这样 那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那个小镖师啊 我知道你的武功和胆识都不错 这追女人的功夫更是了得 连我们的花魁都动心了 萍姐 你误会了 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弟弟 你们是姐弟 对 我在安平镖局当镖师 我叫杨华 安平镖局 一个小镖师有什么前途 这样吧 你过来帮我 以你的能力 我一定可以让你一步登天 萍姐 是这样的 我们和于建平 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弟弟到安平镖局 也是为了找机会复仇 但是 以我们俩的本事 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姐 不要紧 萍姐和于建平 还是旧相识 萍姐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也希望于建平 家破人亡 对不对 于建平啊于建平 枉你自称是英雄侠义 原来你有这么多仇家 我都要看看你怎么收成 何老板你也认识于建平 什么十二金钱镖 也只不过 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伪君子罢了 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相信我们一定可以 只要能让他身败名裂 我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萍姐 我们是绝对不会放过于建平的 云儿说他已经有了全套的计划 一定会让他 家破人亡 你们想让我帮什么 我们现在缺的是 一张路影 知道了 你们很快就会有机会了 大爷 就让我陪陪你吗 好好好 你们让我静静行不行 大爷 有我陪你还不够啊 就让我陪你吧 好棒啊 别缠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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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自己静一静行不行啊 别罚我了啊 我是来找一鸣的 你们 放开 杨华 你什么意思 你背着我跟他在一块 什么背着不背着的 这本来就是风花学院的地方 谁都可以来啊 杨先生 您请帮 杨华您 杨华 宇少爷 您不要这样好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 宇云 我今天带够钱了 咱们可以多聊一会儿了吧 走 宇少爷抱歉了 我今天有其他客人招待 就不陪您了 您还是叫别的姑娘陪吧 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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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署长 不就是一张小小的路影吗 您一句话 还不是想给谁就给谁啊 至于这么为难吗 哎呦喂 宇云姑娘 哪有你说得这么容易啊 现在民政改革 有多少眼睛盯着我 我就是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胆 署长大人 您还真是见外 跟外人这样说说也就罢了 跟我 还打起官枪了 该罚 好 好 我罚 我罚 我的小美人 你想怎么罚呀 罚你喝三大杯 好好好 罚罚 这是满的啊 嗯 哎呀 刘署长 哎呀 其实啊 也没什么难的 不是有十张路影吗 你随便取消一家 转给安平标局不就行了吗 那可不行 那十家标局已经公事了 如果我公然取消 那十家标局会把民政署闹得天翻地覆啊 好 署长啊 您说的话 谁还敢跟您去闹不成啊 哎呀 总之我不管嘛 您给我弄一张路影好不好 哎呀 想不到安平标局有这么大的面子 居然请动韩老板和易云姑娘说情 余建平 你真是有福气啊 哈哈哈 刘署长 我们也是受人之托 还请您给这个不命啊 嗯 事情嘛 倒是可以办 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我这两天哪 事情比较多 哎呀 一时抽不开神 可能 还得麻烦易云姑娘 上我家里亲自跑一趟了 那好 就这么定了 好好 来来 我敬你一杯 来 来 哎呀 喝 嗯 嗯 凯娘呢 站住 把话给我说清楚 亏我把你当兄弟 你呢 到海上画抢我的女人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呀 干嘛 放手放手啊 海上画 哎呀呀抢抢女人 不错 就是她去海上画抢了我的女人 你听我解释啊 我不听 不是姓娘呢 这和就是你一婚大了 是不是 你宁可挨塞尔大阪 也要去凤华学院那种地方抢女人 我说你小子还真是色胆包天呀你 于承恩 你说清楚 谁去了海上花 谁抢了你的女人 杨华 他去海上花抢了我的女人 上次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没有违反标规 师父出来给你作证 好 我冤枉你了 那这次 也是师父让你去海上花 跟别人抢女人吗 承默 去请总标头 好嘞 告诉我 谁去过海上花 杨华 承恩亲眼看见杨华去海上花 还和那个烟花女子一云 鬼混 哥 你一定是看错了 我看错了 你们闻闻他身上 是不是还有鱼鱼的味道 承恩 跪下 说实话 你去过海上花吗 我是去了海上花 我犯了标规 是不是要挨罚 当然要罚 那杨华去了海上花 是不是也要挨罚 一视同仁 杨华 承恩有没有冤枉你呀 我是去过海上花 我也见过一云 你们听见了吧 他就是去了海上花 姓杨的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妹妹吗 你真的去见那个什么烟花女子去了 小猫 严谨 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听我 小猫 你去那种地方干什么 还能干嘛呀 肯定是干正经事呗 像抗南树啊 嘟嘟炮啊 长毛 闭嘴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按照规矩 三十大板 我们俩一个也不能成 事情还没弄清楚呢 今天 我就秉公处置 长毛 给我取家法来 快去 你说 你去了没有 你说话呀 打 打哪个 两个都打 啊 锡元寺先生 王爷 你得紧 真平啊 都是绝世真平 如果不是为了复国 我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韦 将老祖宗留下来的珍宝拱手让人 但愿这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王爷 有了大日本帝国的支持 还有我们宣四家的帮助 您一定会得偿所愿 之前我听少主说过 要将这些珍宝运往东北 可现在军阀割据战况混乱 这沿途保不准哪个环节会图差错 少主我看你还是小心为妙啊 这件事情我们要有个缜密的计划 以后慢慢再说 上次小女从天津护送珍宝来 沿途可是波折重重 但愿这次不要再出什么差错才好啊 此事我也有所耳闻 只是希望哥哥没有受到什么惊扰 哥哥 出声 你这个出声 帮我儿子进来 哥哥 又帮我儿子进来 住手 哥哥 不是让你在安堂静养吗 回来撒什么疯 大哥 他是杀害康儿的主谋 我要杀了他为康儿报仇 康儿的事早有定论 是英劫物伤导致 不要在这里添乱 大哥 康儿早就有信来 说这个西元寺兵 自从知道咱们家有珍宝以后 就不怀好意 先是骗钱 然后就是绑架 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欺骗 到头来还是没有保住康儿 我不找他算账 怎么行啊 波抹 你好 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见你 端康儿遇害的事情 我作为他的好朋友 也非常难过 可是我邀请伯母相信 我与此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呸 没着良心说话 也不怕天打雷劈 康儿是被日本武士挟持的 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吗 看来伯母真的是误会我了 在我们大日本帝国 武士众多 不是我们西元寺一家独有的 而且 这些武士受贵于各种各样的势力 如果端康真的是被武士所杀 那么这些事情查起来 的确是很麻烦 不过我可以保证 作为他的好朋友 我一定会尽全力还他一个公道的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够了 别再闹了 千惠小军把他带走 大哥 康儿是你唯一的外甥 你怎么还能偏袒外人呢 住口 你要是再敢无理取闹 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妹妹 姑姑 郡主 姑姑 姑姑 郡主 我 郡主平常是不是有胸闷气短的症状 没错 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 郡主应该得了心脏病 不过没关系 我会派人送药过来的 给郡主打一针就没事了 您还学过西医 在日本贫病交加的人也不少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立志学医 后来就去了德国 那您可知道 德国最出众的并不是医学 而是军事和工业 德国最出名的的确是军事 想要医治一个民族的病痛 光靠治病救人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在学了两年医学后 就转投了德国军事学院 不知道格格您毕业于哪里 唐强 早就听闻多罗格格秀外惠中 学贯中西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少主过奖了 小女刁满得很 有时连我这个做阿玛的也管不了 实在是令人头疼了 能有如此的头痛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一期一会 专注当下珍惜眼前的幸福 少主刚来杭州 想必还没有尝过见过杭州的美景吧 听王爷您这话的意思 您要做东了 我事情很多 不如让小女陪你们去吧 你们都是年轻人 有刘过阳 一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是不是千惠啊 那就拜托了 可是姑姑身体还没好呢 我想照顾她 我自会让小菊过来照顾 你就带阿玛尽一下地主之意吧 可是 就这么定了 婴姐 我们走 好 哥哥 请吧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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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阿玛呢 阿玛刚才还在劲儿了 他的伤要不要紧啊 没事 年轻人缓缓就好了 你先送药了 我说您小心点啊 看见人类人类人类 你别啰嗦 打那么多相怎么会没事 我跟你说啊 你帮我把这个药 一定要亲自交给她啊 记着啊 要是没有的话我 走了 啥丫头 动骂也别动感情啊 走 被打了三十大百 少说也要躺几天啊 停车 停车 杨老板 杨老板 我们进去坐吧 陆雨拿到了吗 拿到了 放心吧 你最近怎么样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吗 没事 练功时候不小心伤到 没事 练功时候不小心伤到 这真的是录影哪 是是 真的 这下彪就有救了 有救了 杨华 你是怎么拿到录影的 这个东西不能要 言轻 你这是干什么 大伯 这个录影来得不干净 咱们不能要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不干净 这个等问杨华呀 这个录影怎么来的 他心里最清楚 杨华 我也正想问问你 你一个小小的彪尸 用什么手段得到录影的 这是我一个朋友拿给我的 朋友 什么朋友 烟花女子也是你的朋友 燕青 事关重大 不可胡言乱语 大伯 是我亲眼看到的 他那个所谓的朋友 应该就是哥哥上次说的 海上花的翼云 杨华 你为了讨好师父 连青楼女子都可以勾她 是吗 我真是小看你了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安平镖局会被人笑掉大牙 是 的确是玉云帮我拿到的 可是我 杨华 你怎么能干这事呢 总彪头 杨华出入青楼屡教不改 我请求 由师父亲自采断 师父 杨华这次实在太过分了 要是让人知道 我们堂堂御赐标局 居然靠一个烟花女子 才能维持生计 那也太丢人了 日后 兄弟们出标 岂不上去 是连山贼都敢笑吗 没这么严重吧 不管怎么样 杨华还是为了标局 才出此下策 饭完要紧 那安平标局的名声 就不重要了吗 二弟 杨华这小子 胆子也太大了吧 对了 丁掌柜 杭州分号还剩多少现业 不多了 最多再支撑三个月 好 对了 我们将杭州分号 在三个月内结束 这 愿意留下的人呢 就跟我们回天津 不愿意的人 发一笔寝散费 我们将杭州分号 彻底解业 剑平 这杭州分号 可是你的心血啊 对啊 大掌柜三思啊 大哥说得对 我们安平的名声 比什么都重要 这张路影 还给杨华退回去 哦 我余剑平 宁为于随 不为挖掘 二手 哎呀 哥儿杰哥 一会儿跟您好好说啊 你 哎呀 哎呀 这武力都是香粉味 能不那么重吗 啊 哎 怎么回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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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球变疯狂了 嗯 看看看看人家 圣拔一只架桥变疯狂了 你们呢 寄毛都不是 哈哈 不懂就不要乱说 对啊 我是不懂啊 请楼的那个门儿冲哪边开 我都不知道啊 请楼什么 哎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不知道啊 请楼我都不知道是骂玩意儿 我怎么会引得花魁为我转身而来啊 哎 我说 你小子挺有内容的 长得白白净净 哎 你怎么那么有主意呢 挺聪明啊 哎 给兄弟套套话 一晕是怎么让你给吊上钩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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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哎 言庆 快开门呐 言庆 干什么呐 言庆 开开门呐 快开门 师母 师妹 师妹 你开开门 你冷静一点 师妹 师妹 你开开门 走 我不想见到你 师妹 师娘站在门口半天了都 你开门吧 你快走 承鱼 你还是快走吧 你在这儿更乱 好了 走走走 言庆 他走了 你赶紧给娘开门呐 快点 你再不开门 娘就找人把门撞开了啊 快点开门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发这么大脾气 好了 好了 来 好了 来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好 不哭了 告诉娘 这就是为什么呀 娘 你说为什么 一个一心为了我 连命都不要的人 一个让我认定废弹不嫁的人 怎么背着我就能跟别的女人亲亲亲亲我我呢 娘 您说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和爹 我还能相信谁呀 现在看出来她有问题呀 总比曾亲以后发现好 要是成了亲以后发现 那就后悔都来不及了 可我宁愿她骗我 我永远都不知道 这样我心里会舒服一点 爹 你这个傻丫头 怎么这么傻呀 好了 好了 好 爹 现在大仇未报 只能先委屈您了 等计划完成后 我们一定接你为广东柳氏宗祠正式祭拜 我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难道你身份暴露了 这个路易 他们知道 我是从你这里得到的 实在标局里 他们都不理我了 玉介平这只老狐狸 酒色才气富贵权势 他统统不在意 连标局开不成都不在乎 到底哪里才是他的软肋 想找到 玉介平的软肋还不好说 有一个现成的棋子 你们都不用 真是浪费 玉介平 你就等着你的好侄子给你收尸吧 这个真的是一名消息给我的 太好了 你帮我转告一云 我一定准时的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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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干嘛呢 兄弟 你来得太好了 干嘛呀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都是我瞎了狗眼 你千万别和我一般见啥 你说什么 你看你看你看 早就说这事跟我没有关系 对对对 要是没有这个 你不得喝我一辈子 不会不会不会 你就当我是犯了错 要不你打我一顿 千万别打脸 我还要给艺人看呢 干嘛呢你 走吧你 来 继续喝 我 我不能再喝了 再喝我就 再喝你就怎么样 宝贝 我也是个男人 我的忍耐力也是有限的 你要是再让我喝 大白天我就 细细睡了 用什么血啊 兰花香皂吗 泡沫丰富 还细嫩肌肤 还包君满意呢 你要是不喜欢兰花香 我还有玫瑰香 还有枝子花 我就是喜欢你这份幽默感 我就是喜欢你这份幽默感 我要是能天天跟你在一起 一定很开心 只可惜 我明白你的意思 等我当了大掌柜 我一定拿钱给你 属肾 好吗 尼尔叔虽然病了 可是还有你爹呢 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没事 这段时间我天天都来陪你 这也好吗 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余少爷 真是不好意思 周老板点名要艺云过去陪酒 要不我给您叫别的姑娘陪着 什么周老板 他算哪个从 你告诉他 回去 你跟他说 平姐 两边都是客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是吧 艺云 周老板这个贵客 我们可不能得罪呀 你自己看着办吧 有些人是不能得罪的 我去去就来 艺云 就从这一点 我一定跟你赎上 我去 听话 我很快就回来 鱼儿都放好了 只等鱼儿上钩了 于建平 有你的好侄子在 今晚一定给你演出好戏 周老板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你让我等了这么久 你的架子可是越来越大呀 我看你怎么表现了 有的好侄子都快要解释了 你觉得我给你推荐来的 你会不会推荐来的 你做啥呢 是周炳 什么 他对我动手动脚的 还让我陪他过夜 我去宰了他 别去 这周炳不是一般人 官场的人都不敢得罪他 你又拿什么去跟他斗呢 妖怪 只能归我命苦 活该被人轻薄 一云 你相信我 我一定收拾他 李云哪 你们处置 你敢欺负李云 我打死你 让你动手动脚 我打死你 你招死是不是 我打死你 我抬了你 你敢打我 你不想活了你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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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哥 宋哥 我打死你 宋哥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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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闹大了 打伤我的客人 砸了我的店 扰了我的买卖 我正愁找不到人陪呢 顾同 请安平标局的大掌柜 于建平过来 是 哥 有事啊 承恩这孩子 真不省心 居然跑到海上花去闹事 打了人又砸了东西 现在被韩老板扣在那儿 非要妹夫去领人哪 海上花 韩老板 你看 你说承恩这孩子 怎么惹上他们了 还在这个节骨眼上 就是啊 现在说这些也晚了 先想想办法吧 他们现在是 只明要大掌柜去领人 不然就不放人哪 不行 建平现在正病人 要是知道一定会大发雷霆 倒是只怕对病情不利啊 那这样 我去通知总标头两口子 哥 他们两口子就和老主顾应酬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云秀 咱们不能把承恩这孩子 扔在那儿不管吧 人家说要是大掌柜不去领人 天一亮 他们就把承恩送到寻步坊 禀宫处理 那这样一来传出去 安平的招牌可就砸了 不行 承恩一定要带回来 招牌也不能砸 不行我去一趟 领袖 你可不能去啊 韩玉萍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你去多危险 好了 哥 你替我召开一下今天 你们去封心 真的 你 所以我 大掌柜 你怎么不在房间里休息 跑出来干什么呀 我找云秀 你有没有看到他去哪里了 先回房休息回头再说 我有事找云秀 不知道他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 他 老板 安平镖局的人到了 你是谁 我是安平镖局大掌柜 于建平的夫人 鼎鼎大名的安平镖局 原来是靠女人称场面 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想必您就是韩老板吧 我家老爷身体抱恙不能前来 所以我替他走一趟 把人带回去 虞成恩打伤了我的贵客 砸了我的店 还饶了我的买卖 我今天海上花的损失可不小啊 既然设置冒犯在先 我们一定会负起该负的责任 韩老板 能不能让我先把人带回去 明天标局会派人上门赔礼道歉 我这种烟花之地实在不适合你这种良家父母 既然夫人不走 来人送于夫人走 是 是 韩老板 你听我说 韩老板 你听我说呀 走 韩老板 快走 谁敢对我夫人无礼 夫人 没事吧 没事 于大掌柜 林响 于小 我们走 请留步 真是幸亏呀 我是海上花的老板韩玉萍 韩老板 幸亏 什么老板不老板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烟花女子 比不上那些名门闺秀 韩老板 我侄子她 你侄子为了心爱的女人 什么都敢做 连我这海上花都给砸了 这脾气我倒是欣赏得很 总比那些 动动嘴皮子的人可强多了 那我跟你说句对不起 你说什么 她得罪了你 说声对不起是应该的 如果韩老板需要我们补偿 你尽管说 你以为什么都能补偿吗 你以为什么都能补偿吗 算了 我也不为难你了 今天 我海上花总共损失了三千块大洋 请大掌柜照价赔偿 好 钱我一定会赔 不过今天出来的鸡没带这么多 如果韩老板能够通融的话 我先带人回去 改天送钱来 不好意思 我海上花和您安平标局一样 该不赦欠 那就劳烦韩老板 再照顾小植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 我一定拿钱过来 好 到时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好 韩老板那麻烦你了 好 我们走吧 来 咱们走吧 怎么办哪 你能不能安静点 走得我头晕 真是的 承恩的事你不着急吗 真是的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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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恩呢 是啊 承恩怎么没回来 三天内准备三千仙大雅 送到海上花把承恩赎回来 二弟 这 这三千大雅 已标局现在的情况 这三天时间恐怕 就是五千眼药准备 就是啊 还想 你以为什么都能补偿吗 哎 弟妹 发生了什么事啊 大哥 大嫂 你们认不认识 一个叫明霞的女人 明霞 明霞 她的手上 好像有一只蝴蝶纹身 对对对我记得 李明霞 对 她手上有纹身 她和剑平是什么关系 哎哟 是什么人啊